昨晚见证完真兰S05的上市之后呢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长安的工厂 来见证阿维塔07的下线的挂盘仪式 这还是我第一次进到长安的工厂的车间里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工厂还正在作业 正在制造汽车 这个制造我确实不太懂 但整个这个工厂看上去还是非常非常现代化 这也是长安的素质工厂 今天下线的就是旁边那台阿维塔07 其实这台车作为阿维塔的第一款增程车型 热度也是非常高 并且价格出来之后很多人还是觉得非常非常值得 今天我们一起来见证阿维塔07在工厂下线 如果我们推荐,点用车车效果中推荐 我们记得是两个折磨厚的资料 才能买家 传统的四大工艺 拨转正教道 软件工程 电磁派 一几花压注 等七大 车间主线设备的知识率 达到百亿之百 订单准时交付率 可达到百亿之百 可满足用户 1280余众 各性化订单的需求 投入2500亿 新增约一万人的 科技创新团队 到2030年 我们将实现集团销售 突破500万辆 长安系列之中品牌 将突破400万辆 新年的销售 占品超过60%以上 海外的销售 要突破30%以上 我们的总销量 要进入世界前十 成为一个真正的 世界级的中国品牌 今天这个节目 首先呢 第一个大家最有趣味的就是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是要嘉宾和我们的智能机器人 通过这样像握手一样的方式 来入我们的节目 所以我们要请各位嘉宾呢 把右手放在机器人上 来一个亲密接触 我们一起倒数计则三秒 来 三 二 一 启动 下面呢 我们就一起迎接 长安汽车数字工厂 积木之后的 首辆下线车型 阿维塔07 闪亮登场 有请 闪亮登场 有请 这个阿维塔订单 特别是07 这个确实和公共宝 大概表现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截止到昨天的话 我们通过努力 已经实现交付了超过5000台 当然我们现在呢 竟在加快 推进我们的交付工作 保证我们的生产 来特别的 当然我们是保置质量的前提下 来保证我们的交付 保证我们的供应 我做两点 郑重的承诺 第一 是如果因为严实交付 而产生的通信成本 阿维塔07的用户 在预期的交际上 这个基础上的话 那么我们每年一天 给用户补贴150元 是不超过一千 一万五千元 这是一个承诺 第二个承诺了 因为延迟交付而错过的 国家或者地方的补贴 阿维塔07的用户在 预期交期的基础上 因为阿维塔的原因 我们延期而不法 生理2024年 这些包括已旧换新 立方补贴 这些政策 阿维塔承诺 全的补杂 整个发布会已经结束了 阿维塔07下线挂牌的仪式 也已经结束了 我现在已经看过了 整个工厂确实 非常非常的智能化 各位想买长安的 包括现在的长安的车主们 包括想买阿维塔07的朋友们 可以放心的去下定了 阿维塔07这台车 整体的颜值非常的高 并且未来 朱总也保证了一个交付能力 并且这台车也有 华为的赋能 智能化的功能 非常的强大 所以大家如果想买一台 颜值非常高 然后整个智能化程度 非常高的车型 其实可以多多关注一下阿维塔07